好 我們來關注一下 因為昨天iPhone的發表會 iPhone 15也是在晚間 凌晨的時候登場 很多果粉也是熬夜來看一下 但是結果在發表會之後 蘋果的股價就下跌了 人家講說 感覺好像是心機不靈了嗎 因為主要就是 大家的這個期待度有一點 好像落空 就是說最後好像只有 那個Type-C 就是它的充電頭 從Lighten變成Type-C 所以人家講說亮點不太多 而且就是看到一些新的 就是鈦金屬的這個顏色 所以讓大家感覺上面 好像沒有預期當中 比方2TB這樣的容量 然後所以有些人就是 換機意願就大減 因此你看到 還有這個摩坑大通就講說 這個現在要下調 蘋果的目標價到230元 甚至還有一些人講說 這個蘋果的發表會之後 才知道華為真的好 就甚至還有這樣子的評論出來 所以昨天在蘋果的新品 發表會的時候 外媒都一直在提說 華為競爭這件事情 我們看這個瑞銀證券 他就說因為一直面臨到 華為心機這些風險 所以現在就把蘋果iPhone15 出貨量大幅下調 原本大概是這個9000萬支 最高是上看9000萬支 現在直接是下修到 連8000萬都不到 7800萬支 那他們可能會 依照第一批首批出貨 鋪貨的國家的銷售數字 他們這些預估單位 都還會再做第二批的修正 如果第一批反應不如意氣的話 恐怕還會再下修 那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彭博講說 蘋果在全球開賣 這個印度製的iPhone15 也是這一次為什麼有些人 會下調這個預期 就是大家對於印度製造 有些人還是覺得好像 因為好像第一次轉移 這個供應鏈過去 所以會有一些些的質疑 就想說 先看看別人用的狀況 怎麼樣再說 有些人會有這樣子的 一個觀望心態 再來我們看看 這個在發布會之後 微博上面也很熱鬧 凌晨3點多 結果在微博上面的熱搜 第一名 竟然是華為的發布會 所以人家講說 是不是代表著 這個華為可能會賣得更好了 因為蘋果沒有推出一些新的亮點 以至於有些人在抉擇 這樣子兩個就是世界級 這樣的品牌的對戰的時候 可能要做抉擇 我是要蘋果的新機 還是華為的新機 可能會轉移陣營 有些人是不是反過來回去 去搜尋華為了 甚至我們看到 他們的目標價還提高 就是對比蘋果是調低 現在這些 可能市場預估人士講說 大概出貨量會上看4000萬隻 然後也要啟動 這個回歸手機市場的通盤計畫 小摩的分析師講說 這一次華為重回 中國大陸的一個 智慧型手機的市場 可能也會導致 iPhone直接受到重創 在中國大陸的市戰 會直接下調 因為當時華為受創的時候 大概iPhone是成長一成左右的銷量 其他是流向了 比方說小米 OPPO Vivo 這些Android系統 但是如果說華為 又強勢回歸的話 恐怕那10%又會被再要回去 甚至更多 再來我們看一下 這個微博甚至還講說 這個iPhone 15的備貨量 銳減30% 中國大陸的網友講說 蘋果不該在平庸的時候 選擇了平庸 有頂尖的華為為什麼還老要吹捧蘋果呢 那當然也是包含了一些 民族情緒在其中 我們來看看 這一次現在有人在一些 算是那種路透照 就是說 好像有人在拍到 這樣的準備的場合 這個麒麟9000S 好像是正式發表的場合 因為上一次他搶先發表 是因為雷蒙多去到中國大陸 所以我們才看到 Mate 60 Pro的登場 但是他們還有一個正式的發表會 據說在9月25號 這一天有什麼樣特別的意義嗎 或者是這個場地 有什麼樣特別的意義嗎 其實有 因為在2021年的9月25號 當時孟晚舟 就是回到了中國大陸 她那時候是9月25號 搭乘專輯返回了深圳 然後這一次 是不是又選在深圳這邊 東晚的理工學院 強勢回歸 所以我們看到任正非 今天就提到了 之前就講說 美國你以為抓了我們就垮 我們不會的 我們來看看 所以抓完孟晚舟 可能抓錯了 她以為抓了我們就垮了 就抓了你看我們也不垮 我們在前進 我們還在前進 對吧 我們所個人哪一天不存在 這共識前進的步伐 也不會改變的 好 甚至還有這樣的消息 華為是不是要反擊了呢 人家說孟晚舟的反擊來了 華為取消價值 3200億美元的晶片 採購訂單 也讓這個美氣哇哇叫 就是這樣痛失 3200億美元的訂單 這是非常大的一個占比份額 所以這個同時之間 它轉向了跟中國大陸的 國產晶片的這個訂單 來下單 所以是不是代表說 你原本是你打擊我 現在不好意思了 我不需要你的時候 那我就開始砍你的訂單 那妳的確也會重創 美國的一些晶片產業 再者我們來看一下 昨天華為的發布會 因為其實人家講說 華為在昨天跟今天 是榮耀的發表會 所以接二連三夾擊蘋果 昨天發表會 其實是發表新電動車 推出了這一個問界M7 這個新M7 余晨東講說 從來沒有被超越 因為在今年上半年的 新能源SUV的 這樣子的銷售排行 他說是超越業界的平均 那甚至在新車質量 也是排行第一 還超越了Tesla跟鮑馬 那他甚至這個 現在德法開始有點擔憂 說中國大陸的電動車 大舉的這樣子 好像反攻或者是搶佔市場 所以法國正向歐盟的主席 馮德萊恩施壓 就是要求說 要針對中國大陸的電動車 啟動反傾銷調查 那其實我們看到蕭茲 最近眼睛受傷邊讀眼龍 他講說中國大陸的 汽車製造商的競爭 其實對於德國汽車來說 是有利的 他說不會嚇到我們 但是要激勵我們 真的要變得更好 那日本同樣也是感受到 這個威脅 日本 德國過去都是 這個數一數二的 汽車製造業強國 現在面遇到 中國大陸的挑戰 你看看 日本兩大車企 過去水火不容 Toyota跟Honda 現在決定要聯手了嗎 看到Toyota董事長 開著Honda說讚 然後現在看到彭博講說 比亞迪 中國企業 這些中國企業在7月份 首次也是超越了 中國電動車 總銷量50% 也威脅到日德這些 傳統的汽車大廠 好 首先我們來問一下 大傑老師 這個蘋果這個手機 其實還沒出來的時候 很多人就唱衰它 包括馬斯克 馬斯克說這款手機 看起來根本沒有什麼改變 唯一的改變就是它的 它的攝影機 好像功能增了10% 只有10% 其他都一樣 雖然馬斯克沒有想到 他自己的Tesla 也跟蘋果手機差不多了 幾年都沒有新樣子 沒有創新的東西 新產品進去 所以有人說 不管是iPhone 13 14 15 基本沒有重大的一些 結構性的改變 大概都差不多 都是小地方 而不像華為 這次手機一推出來 不只是它的709000S晶片 它還有所謂的這種 衛星通話的功能 光這一點 基本上就是很大的突破了 另外一個就是說 它的所謂的連結系統 事實上速度 還有這個功耗 都遠超過現有的手機 也就是說你變成一個 聯網的平台非常的快 它可以連到4000個對象 你一般現在的這個手機 是沒有辦法達成這個 它是Wi-Fi加藍牙的功能 加起來功能極為強大 這些都是令人印象非常的深刻 另外一下就是說華為手機 現在它搭配的是什麼 它代表的是鴻蒙 這個作業平台 鴻蒙作業平台 它不只是手機上 有比較多的連結 它是跟不同的系統 在連結起來 這種系統連結 譬如說車控系統 現在這個電動車上有這種 整個的電動車 或者新能源車 或者新型車的 整個自動化的車控系統 這個華為手機是跟車控系統 透過鴻蒙系統跟車控系統 是聯繫的 還有就家庭管理系統 你現在這個所謂的智慧家庭 事實上有很多這種 家庭裡面的各種 不管是電力 水力 各方面家庭這種 還有這種操控 它都是一個一個系統 鴻蒙這個系統 它基本上是跟大平台合作的 因為鴻蒙本身 它也發展了很多 譬如說汽車上的車控平台 車控系統 還有家庭管理系統 甚至現在智慧城市裡面 也有很多智慧城市提供的 各種的線上的服務 也就是Internet上服務 這都整合起來 就真正達到好萬物互聯 這個手機的功能就更大 所以整個來講起來的話 華為事實上在觀念上 在做法上事實上超越 我認為超越蘋果 蘋果這一次還有一個 就有不要誰放的謠言 對蘋果殺傷力極大 他說這一次15 基本上沒有什麼 跟14沒有差別 真正的王炸在蘋果16 i16 所以這個消息出來 i15就掛了 所以你看一出來以後 它這個股價往下跌 這是綜合原因造成的 不過歸根究極就是 蘋果工程師太懶惰了 就拿著舊東西 稍微搞一下 就拿當新的新品賣 說實話根本不算新品 對 其實現在蘋果的外型很難分辨 有些拿蘋果就iPhone12的 13的 14的 其實你都分不出來哪一代 都長得差不多 那鏡頭的大小 一點點微幅的差別 其實一般人肉眼很難辨識 所以也造成很多果粉 換機意願低落 因為看不太到 除了變顏色 可能看不出太大差別 我們來問一下委員 蘋果昨天當發表會 是不如預期 但是基本上蘋果現在 還是手機的老大 我知道蘋果一點 因為我兒子曾經在蘋果工作了12年 他有50幾個蘋果的專利 所以我大概蘋果的方向是怎麼 他在世界上 現在還是龍頭老大 問題是華為 大家本來是把他看衰了 兩年前當孟晚舟那時候 還被軟禁在加拿大的時候 你看那時候 美國又強力的去打壓 他的這個晶片 晶片不准不管 尤其去年 凡是跟大陸扯得上關係的 你是有美國公民 通通都不准碰 這個對大陸確實影響很大 但是兩個禮拜前 我看到一則新聞 華為買了中芯7奈米的晶片 這個是蠻突破的 現在全球最先進的晶片是2奈米 2奈米的下一代是什麼 大概目前還在找材料 因為C無法突破2奈米以下的東西 華為華為在他還有他的產品還挺多的 當時OS他就不用你美國的系統的時候 華為跟中芯大陸的中芯 他們主要是在5G方面 美國的5G 美國現在平常講 現在實際上沒有5G 因為你凡是你要用到 你要搞先進的5G的話 你就必須得跟中芯跟華為去買他的專利 尤其是現在他們這兩家又在搞6G 往後我相信中芯的市場前景會越來越看好 好 來請教建長 現在目前看起來華為好像賣得很好 我相信很多人 如果你不了解大陸製的產品的話 你可能會有一個錯覺 就是現在因為是一個民族的情緒 我們思想說愛用國 或用愛國主義來做 假如你也這麼想 其實你是錯的 因為在之前我也在想說 為什麼他的綠能汽車能夠這麼的賣 所以當時我就很好奇 只是一個這麼簡單的說 因為我們熱愛國貨 你知道消費者遠近是血量的 你跟我愛一次兩次就結束了 後面我一定是一個 就是他真的是好 我就在網路上看了一個YouTube 其實現在你找這些資料很容易 我看了一個理想L9的一個綠能的汽車 那個汽車在大陸賣大概 折合台幣220萬元台幣 那算一個比較高檔的車子 但是跟真正高檔的又沒有那麼貴 然後我就看了有一個人 在介紹這輛車的整個過程 大概半個小時 我當時才知道 我的天啊 中國大陸汽車已經涉及到 這種地步了 我舉一個例子 我一上這個車子 好比說我有帶我的手機 他可以立刻識別出我的手機 能夠抓住我手機裡面所有通信 我在這裡就講說打電話給翟軒 不…他就播了 我就可以直接這樣去講 我都不必去看 好比說我在這裡後座 有一個人要看電影 他就手這樣子一動 那個螢幕就可能下來 就這樣展開好大個螢幕在後座 你可能就是說我要看什麼片 他那個片就摔 你手機就在隔著這樣子 你這樣子動 他就一個一個一個找 然後他播出來 就是一個這個電影院一樣 我剛剛覺得這兩個 只是一個很小的兩個 你真的要去看 他的車子還可以升降 就你如果老人下來 他還可以稍微降一點 我當時看的時候就知道說 我的天啊 中國人設計的車子 已經跟美國 歐美的那個先進車子 截然不同 賓士的BMW車子就是車子 可是他的東西變是什麼呢 他把你的手機 把你的電腦 把你所有這個4T 全部整合在一起 未來能做到什麼地步 我還不知道 但是那天我看完那個之後 我就知道 我是使用者 你不要告訴我 我恨中國 我都會用這個東西 那個東西就是 消費者的眼睛是血亮的 我認為華為將來是一樣的 華為將來會勝過蘋果 為什麼 你看他現在的耐用度 已經超過蘋果很多 在水裡 你有沒有看到那個示範的 在手上這樣子摸 就能夠去反應的 那要哪裡去找這種手機 所以我保證各位 我認為華為的手機 將來終究有一天會打敗蘋果的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廣告之後忙回來 好 我們來看一下 熱賣的這個手機 華為Mate 60 Pro 不知道賴老師換了沒 還沒換上嗎 還在研究中 我已經都把它那個裝過來了 已經設定好了 等我兒子來幫我最後一個 把它裝上去就可以 因為我們都很關心 今天可能能不能看到 我當然很關心 因為每天在玩 我剛剛下訂單又成功了 真的嗎 你是說串燒是不是 你說我都為你訂單成功了 聊串燒 在聊華為 我們在講華為 你在講串燒 對 好 我們回來講華為 那華為它其實現在 真的是不斷的秒光 或是我們講秒殺 它在各個平台 都是呈現缺貨的這個狀況 所以它這個12999起賣 現在目前看起來 這個熱銷的餘溫都還沒有散去 那在9月14號的10點08分 這個Mate X5正式開啟銷售 也是立刻被秒殺 那所以我們看連京東 這個跟淘寶 這個比拼的一個一大平台 他們竟然都還派出了 他們的這個吉祥物狗狗 都開始出來唱歌訴苦 說我們連官網都沒貨 我們來聽聽 最近過了 最近過了 官方都沒貨 總結在進貨了 我們最後一幕的畫面 真的現在大家都想要 可是大家都買不到 所以大家都有點羨慕嫉妒恨 這個賴老師 不要憨 羨慕嫉妒恨 羨慕就好了 好 然後再來我們看看 這個京東的手機通訊 就說我想讓你用貨狠狠的 砸我行嗎 滑 還這樣子喊華為 然後我遙遙領先 我們遙遙領先 領先超過50% 甚至他們現在都很親切的 叫華為都叫滑 可以說 這麼說可以給我多點貨嗎 我誇獎你也要領先給我多點貨吧 那現在目前你看華為終端 他們的這個微博上面講說 目前累積發貨達到1億台 哇 完全超出預期 可能從原本的這個2千萬台 然後變4千萬台 現在他們說可能累積發貨 可以到1億台 那連這個Pro系列 現在已經上調到2千萬台 所以看起來華為不斷在上修 它的這個出貨預估量 因為大家都在排隊 甚至還有人講說 哇 1億台 就是全中國大陸每13 14個人 裡面就有一個人要買一台 這個華為的新手機 這比例真的是非常的高 那這一次華為的秋季發表會 他們講說暗喻重生 因為他們是選在25號登場 兩年前同樣的9月25號 是孟晚舟回到中國大陸的那一天 然後也是回到了深圳 所以他們這一次就在深圳來辦 這樣子的一個秋季發表會 那他們甚至還播出來這樣子說 這個攀登的每一部 都會奏響新的樂章 然後最大的阻力 給我們最大的動力 看得出來華為是有備而來 針對著這過去 這個孟晚舟事件而來 他們可能要來這個 重新這個站回這個市場 那所以他們宣傳口號是講說 山河同心 聚力新生 那甚至連這個華為的常務董事 于晨東在第一時間 都轉發了微博說 好戲一台接一台啊 我們9月25號見 那我們來看一下 兩年前孟晚舟是怎麼說的 我想感謝我的祖國 還有祖國的人民 對我的支持和幫助 這是我走到今天最大的支柱 謝謝大家 好 所以華為非常的熱銷啊 你看到現在還有這個 美國的一些網友 他們都畫成這種Q版 華為過去拿小刀的時候 跟這個美國這樣子的一個 大怪獸對決的時候 被美國一隻大手給彈開 然後他在旁邊陳淺多時 後來再拿著這上面寫著60的大刀 就是這個60 Mate 60 Pro 就把這個手也砍傷了 然後把對手也擊敗了 那現在華為甚至在官網上面 官方的微博上面還講說 現在他們這個新閃的技術 還拉近了中國大陸的 140多家科技公司 大家一起打團體戰 就是現在整個好像 美國越是這樣子打 越讓這個中國的團結的力量 越是被激發出來 大家開始全面的 跟華為站隊在一起 感覺就像是一個中美對抗一般 所以我們看看究竟是誰被打壓呢 人家講說這次看完蘋果的發表會說 我還以為制裁的是蘋果 感覺蘋果好像跟三年前 就是這個大概是iPhone 12吧 12 13 14 現在到15 好像沒有太大的變化 還以為是蘋果被制裁三年 可是講的也是蠻逼真的 那你看到現在很多國家的一些 首相也好 總統也好 也都開始在大戰華為 柬埔寨首相紅馬內 他會晤了華為的董事長 然後好像是不是到中國大陸 都變成華為是一個必去行程 那你看馬杜羅還講說 我拿的就是華為手機 這是我夢想成真的時刻 變成各國元首訪華的新行程 就是華為見面會 那蘋果反倒是現在 因為沒有太大的驚喜 就只是你充電插頭變Type-C 而且不是快速的那種 還是USB2.0 所以感覺上面 就只是換個殼 換個充電 沒有太大的驚喜 所以它市值蒸發了5400億 連日經都在講說 你還定價那麼貴 你現在最高定價是1199美元 現在這是有錢人的產品 所以蘋果面臨到的市場逆風 就可想而知 的確很多過去是果粉的人 現在都覺得說 沒有太大變化 我還要花那麼貴的錢 那算了 反正我拿舊的拿新的 人家也不見得看得出來 我們都裝手機殼 看起來差不多 這個搞不好還要256 256而已 你是說這個1199 不是512 對啊 所以如果要用到1TB 就更貴了 那華為還有新的這一個 這個登場的 在西班牙這邊 舉辦了這個時尚更跨越 穿戴戰略的新品發布會 也有驚喜 他們請來這個奧運四金得主 傳奇運動員莫法拉爵士 以及在全球時尚健身 這非常有名 帕梅拉 女生有在健身都知道她 她有教各式各樣的 這個是來自德國的一個健身博主 他們就為華為這一個新的穿戴系列 來擔任這個代言人 所以呢他們現在開始發起名為 Light Up Your Rings的這樣的活動 用戶可以透過華為的健康APP 來分享一下你的健康生活 那甚至這個帕梅拉也用這一種 在替他們在社群上面 或者是在這個網路上頭 也開始在做一些宣傳片 那我們看這個華為全連接大會 也在9月20號要舉行 據說孟晚舟也將要做這個主題演講 所以大家非常的矚目 首先我們來請教一下亮哥 這個華為應該再加個國際宣傳說 保證不會被美國監聽 這樣我看可以多賣幾百萬支 有耶 我今天早上有看到 華為的海外機銷商 他們的描述就講說 這個不會被CIA控制 他們真的寫在裡面 真的喔 那個馬杜羅就直接這樣講 那委內瑞拉一定會有人聽他講 這個華為我感覺925比較像是一個 一個嘉年華 比較像 就是綜合他所有的產品 因為他的產品可能零零種種蠻多的 最近不斷發表 包括車子 包括穿戴 我還聽朋友說搞不好還會入筆電 當然包括手機 那個時候應該 應該那個 那個60加 應該出來了吧 到現在沒有看到 那個熊貓色的那一款 就是那個加比較大螢幕的 我覺得他蠻厲害的 因為829開始發布 那既然可以一路造勢到9月25號 這簡直不可思議 就一個手機發表 可以給你搞了快一個月 對啊 這簡直是 所以他是有節奏的在造勢 因為那個時候他突然發表 大家就說大概就是因為 Romando人在大陸 所以那個政治味就很重 那當然就瞬間激起了這個 這個大陸的民族主義 那接下來就傳出一個消息說 搞不好正式發布會就沒有了 那事實上並不是 還是有正式發布會 那我們後來就看到他 不斷的有新的產品出現 包括X5 還有那個Madeaule Pro加 然後後來就 我們就看到問界M7那個車就出來了 所以有點不可思議 就是 所以等於是籌備已久 然後突然之間閃電攻勢 在兩個禮拜裡面紛紛出籠 所以這個顯然就是一個 這個絕對不是在跟美國嗆而已 這個也是一個 這個用我的話在做 這個帝國大反擊 這也不是叫王者歸來 就是他本來就是一個帝國 那個帝國要重新發動引擎 要重新開始了 最終一定是跟蘋果在搶 搶那個四戰率 不過我跟你講 因為他目前的挑戰跟以前不太一樣 因為以前他是用安卓系統 所以他跟蘋果真的是全球的賣的量 他現在是用鴻蒙系統 所以估計第一步應該是先在中國內部 因為鴻蒙系統現在在全球的鋪貨不大 所以大概就是中國跟俄羅斯 他會先鋪一定的量 接下來就會引動 我認為美國會有一些科技公司 會想跟鴻蒙合作 目前就聽說高通 可能會有這樣的意向 那個是後續的發展 好 我們來請教賴老師 我就拿我這幾天在玩華為的經驗 因為他確實很貼心 他有一個很簡單 因為對我們這種外行的人 他有一個很簡單的說明 就是怎麼樣把你的舊機 那麼跟新機轉換過來 然後他有一個 新機是一個QR Code 你就拿舊機掃描一下 他就過去了 在他剛開始給你的電 大概在40到45左右 充電的時候的速度很快 快到超出我的驚訝外 但是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它會比較熱 就是因為它的速度很快 所以你會感覺到熱 但是一旦你充完了以後 它的熱度很快就會消失 然後整個界面是更滑順 速度很快 我們台灣號稱5G 但是它的速度非常的快 然後基本的APP都跟你裝好了 你自己本身只要去再下載你要的 然後它基本上都給你設定好了 所以它很貼人性 而且很符合我們的需要 整個界面很漂亮 攝影的拍照的選擇比以前更多 例如說美顏各方面的就更多了 但它這次主攻不是在盡頭這個部分 然後整個用的更滑順 我想很多用的人已經開始會有感覺到 是更加的滑順 確實它的優勢是有的 我個人在想925那一天 就是因為孟晚舟重獲自由 她被美國人 被加拿大人 他們非法的剝奪她的公民權 她的人身自由 美國跟加拿大兩個國家的政府 直接破壞一個中國的公民 直接破壞一個國家的公民的人權 這是人類間最遏制的行為之一 孟晚舟一回到中國到深圳的時候 她穿的是大紅色的衣服 就中國紅 她講了一句名言 她說如果信念有顏色的話 那一定是中國紅 我們再看如果25號那天 她也把中國紅穿過來 我覺得這個宣誓意味就很明顯了 穿同一套衣服這樣在現身 對 那就是很明顯 那要從飛機上走下來 不用從飛機上走出來 她只要從她展示台走出來 大家的感受就非常的強烈 都回來了 那種都回來了 我個人倒覺得 賴老師這張編劇 我個人倒覺得 對我們消費者來講是一件好事 因為蘋果從 就是從華為受到美國不當打壓之後 蘋果就懶惰了 他們的員工就常常在加州海邊衝浪 不行 華為起來了 激起蘋果再奮起 兩個大企業相互競爭 消費者制服 華為好 蘋果也好 我們消費者最好 不要讓蘋果繼續懶惰下去 所以12 13 14 15毫無心奇之處 太懶了 加油蘋果 不止了 三星也懶很久了 都躺很久 該起來了 懶得很久了 來 文杰老師 華為去年的總營收是6423億人民幣 它的實際的淨利大概是356億人民幣 這個數字非常重要 因為華為這個公司 它用於R&D的研發是它的收入的25% 四分之一 這遠高於現在全世界高科技公司的平均水平 大概都兩倍 所以我覺得華為如果營收增加的話 它的競爭力會更增加 尤其它在研發方面的這種投資會增加 今年本來我看幾個數字 就是Mate 60 Pro出來以後 本來有人說是預計消息上是600萬 600萬支 結果後來很快就升到1000萬支 然後前天我看變成1500萬支 我今天看到最新的數字說 它可能要賣到2000萬支 這個2000萬支 我就以我上次看到的數字 如果賣到1000萬支的話 它今年光這一支手機 它可以進帳1000億人民幣 你想想看如果2000萬支的話 那就2000億人民幣 那就是整個去年總營收的 幾乎三分之一了 所以這支手機我覺得對於華為的 這個繼續的在這個科技的道路上 遙遙領先 我覺得很有意義 而且這一次它推出了不只是 Mate Pro 60 Pro 它還有繼續兩支手機接著出來 Mate 60 Pro Plus 還有一支是Mate X5 是那個是所謂折疊手機 除此之外還有什麼 還有就是穿戴裝置 當然可能銷售主力還是Mate 60 Pro 不過整個這些加起來 我覺得真的達到一個2000億的 這樣子的銷售目標 可能也不能夠說是太樂觀 另外除此之外華為還推廣什麼 還在推廣這個M6 M7 所謂的問界的這個智能駕駛 智能座艙的汽車 但這個智能駕駛加智能座艙的話 也是跟華為的這個領導健身 自己講說遙遙領先 所以我就覺得今年對華為來講 真的是一個破繭而出 可能如果這幾項產品都獲得了市場 青睞 那麼賺取了大批的利潤進來的話 那我想華為明年的研發 它又多了更多的資金投入研發 那華為就是真正要長時間的遙遙領先了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黃舟馬回來 來看看對岸的發展 現在很多人都講說對岸經濟很差 失業率很高 可是另外一面 他們的高科技在美國的防堵之下 不要講高科技了 講一般的手機的科技 現在發展的看起來是不錯 新聞大白話已經連續好幾天 來講這件事 就是華為在美國的圍堵之下 它發布它的新的手機 而且看起來好像功能還不錯 今天的最新發展是什麼呢 此刻正在北京訪問的 委內瑞拉的總統 他變成華為手機的代言人啦 我們來看看他在他自己的 訪中記者會上秀出了手機 來看看 我和你玩非常重要的 我是有兩位 竟然我們這一家的 智慟電腦 這位我十三年代 是華為 這位是華為的 是最好的技巧 它與我一家的 這位是華為的 可以您會 但是看 它是 超大的 呢 我和你 这是来自于南美洲的政治领袖 维内瑞拉的总统 他手上展示的这一部新的手机 是华为MAT X5的一个折叠机 观众朋友我们请导播来让我们看看 这个所谓的X5MAT MAT X5的这个手机 现在他们也在做一个 像是一个仪式感的一个展示 一个取机服务 就是说你买了手机 然后你要把它拿回家 然后它就会有一个仪式感的 这个取机服务 有好多人为一个人提供 这个开机开箱的仪式 还戴上了白手套 其实很明显在模仿 像是西方或是美国那一套 可是有用 在消费市场上面是有用的 观众朋友 而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 这个华为MAT X5 它的这个手机的玻璃 它的表面用的是 昆仑玻璃 这是什么样的玻璃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 它官方的影片 也在展示这个所谓的 昆仑玻璃的一个试验 那这个可以经过磨损 其实上面这个笔 就是类似在磨损 它的表面 就是不会造成刮痕 而观众朋友 像现在在全球化的 这个浪潮下 那当然你有自由选择 你要买什么样的产品的自由 可是很可惜的 或者是很吊诡的 因为美国本来是一个很自由的国家 可是现在在封锁 或者是在对抗中国大陆的崛起 所以华为 它在封锁下 它出产了 它发布了它的新的手机 可是这件事情 是不是也冲击到iPhone 冲击到苹果的产品呢 我们都知道 iPhone 15也问世了 那现在呢 包括 因为华为 在中国大陆 现在被追捧 现在因为 有一点民族情绪在里头 所以销售火爆 一击难求 所以我们看到 包括很多型号的报价 现在跟iPhone 15 是几乎是一样的价格 甚至还要更高 而另外因为 中国大陆在疯抢华为手机 所以也冲击到 苹果的市占率 你不要以为 中国大陆人不买苹果 过去他们也买很多的 苹果iPhone手机 可是这一次因为华为 它出了好几款新的手机 所以在冲击之下 可能 Apple 这个iPhone 在中国大陆的市占率 就会往下掉 那往下掉 就会影响 它全球的市占率 我们看到 MAT60 这是华为的手机 它的产量 如果可以 全球销售达到 5000万只 那现在苹果 因为被它冲击了 所以它下修到 7800万只 而另外呢 我们看到 这个科技产品 两边的一个对撞 或者是新的挑战 那这个iPhone 那当然 在苹果公司这里 他们自己有一些警觉 他们认为 这个iPhone15 这次的发布 在中国没有办法 无法轰动 所以他们也认为 市场前景 面临了挑战 除了 它要这个 这个苹果在中国 面临的挑战 越来越明显 他们在 降低制造业务 还有供应链 对中国的依赖 也就是他们所谓的 去中国化 那另外 他们也就把这个 生产基地 移到印度去 印度要生产 更多更多的iPhone 我们也来看看 包括 现在有一个说法出来了 说中国大陆 要封锁iPhone 不让iPhone 在中国大陆卖 那现在官方 出来做了澄清 他说没有 我们的确担心iPhone 有资安问题 因为你美国 可以担心中国的产品 有资安问题 那我们中国 当然也可以担心 你们美国 卖的产品 有资安问题 那白宫就说 中国现在要禁苹果了 要禁iPhone了 这是在报复美国 可是我们看到 北京 北京的说法是说 没有 没有禁 可是我们怀疑 它有资安的问题 有可能吗 美国之音的报道 是这样讲的 他说 北京希望借由打击苹果 向拜登政府 还有企业界 同时发出警告 全面要开战了吗 而现在华为 看起来 他在9月25号 他有一个新的发布会 这个发布会的日期 是有意义的 因为两年前的9月25号 华为的公主 孟晚舟 也就是任正非的女儿 当时在加拿大 经过被长期的拘禁之后 回到中国大陆了 那一次 大家可以看到 到中国大陆 几乎全面的在直播这个事情 所以孟晚舟两年前 回国的那一天 9月25号 他们要举行MET 60系列的发布会 那也许你也要问了 不是已经有人买到了吗 像赖老师都拿到了 怎么还有发布会呢 这是正式的发布会 那个先拿到的 都是预购的 有门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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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另外华为iWatch G24 Series 登场了 这个一整个系列 就像是很多朋友都有带这个 这个Apple Watch 可是华为他也做了手表 这个手表据说有古董表的外形 还有两周的续航力 这个你带两周都不用充电 那这个要来占Apple Watch 我们来看看 这个古董的 古董表的外形长怎么样 是长这个样子 跟我们现在看到的Apple Watch 比较简洁的设计不太一样 就看观众 或者是这些消费者 要买单哪一款了 而另外我们看到 华为的鸿蒙5.0即将上线 所谓平行宇宙功能 网路在传 那这有什么样的超强的功能呢 其实对很多科技民来说 大家也都是在引谨期盼的 来 请教赖老师 我是比较幸运的 因为有人送过来 粉丝 有粉丝或是谁我也不知道 现在也无从证实是谁送的 其实当初赠送的这一位 他不具名 其实他就没有必要 在不断的我们去追索是谁送的 因为这没有意义了 因为他既然不愿意证 不愿意一开始 就告诉大家说是谁送的 我觉得再去探索是谁送的 真的是没有意义 因为尊重对方 对方如果要证明说是他送的 那就由他自己证明 我也不知道到底是真还是假 但是我个人是认为说 华为当初被打压是事实 美国用莫须有的理由打压也是事实 找了一个国家安全的理由 去打击一个企业 这坦白说不是一个公平政党光明磊陆的行为 主要是因为他在那一年的时候 他卖出两亿多鸡 超过了苹果 那马上美国就采取这个手段了 这个手段我不相信是苹果所为 但是苹果是间接因此而受益 因为在高端的手机中 就没有人可以跟 没有竞争手 没有真正的竞争对手 那可是从此以后 苹果就开始怠惰了 苹果的更多的人 就去加州外海去冲浪了 所以从那个时候 iPhone的12 13 14到今天的15 都没有很大的亮点 坦白讲没有很大的亮点 那现在华为MATA60 Pro出来了 它有很多的亮点 我们也看到了 很少有一支手机 从它出来到现在 都还在被讨论中 而且都还一直维持在热搜 这个最主要的是 它的宣传策略 而且是美国 确实是美国的官员 帮这个华为在做宣传 因为人们多人要到中国访问前 还威胁警告华为说 你给我搞个研发 我就要怎么再制裁你 结果就在联盟多在中国的时候 华为开始开卖 而一开卖以后 大家把手机 全世界就开始去把它拆开检证 检证以后发现 它确实是5.0以上 就是5G 手机 而且速度非常的快 然后这个时候 大家就要开始把它的硬设施 跟这个苹果做对比了 把它的软件跟苹果做对比 目前苹果被对比的 结果下的时候毫无亮点 所以对于苹果来讲是重伤 而当美国的官员 从布林肯等等这些官员 都扬眼说要对华为再施加更大的打击 然后这些国会的议员说 我要把华为全方面打到底 这个时候大家就看透了 说你美国原来都是政客 你们是用政治力在打压华为 这个时候就把华为再度宣传了 华为就在9月25那天发布日 就是孟晚舟被释放出来 而且孟晚舟是冤狱 大家都知道 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权的迫害 人生自由的迫害 都是很明显 所以我们大家都在盼望 孟晚舟当天会不会穿中国红 如果她又穿中国红 那就很明显的就打了 美国跟加拿大的脸 我觉得有两机竞争 对我们消费者是好事 激起苹果再努力奋斗一点 又有竞争才有进步 那我们消费者的option 我们的选择也会更多了 来请教严老师 我觉得华为帮了这个 委内瑞亚总统马杜罗的一个忙 因为如果你今天看马杜罗 这个之前是美国的眼中钉案 美国一直在扶着他的 扶持一个对手 葵斗一直认为说 我们承认那个人才是新的总统 结果撑了那么久 为什么没办法推翻马杜罗 就是美国在拉丁美洲推翻当地总统 是经常常常干的事情 甚至这个月911大家都可能不记得了 是50周年纪念是什么 是当年美国最难堪的一个 在致力推翻阿叶的总统 硬是CIA involved 在参与 然后把他那个总统 就是击毙 在他们的总统府里头 后来皮诺气上来就是一个偏美国 但是是人权记录很糟糕的 这个是一个 那委内瑞拉这次他就说 因为他用华为 大概美国无法掌握他 所以他说很安全 所以他没有被推翻 我觉得这个可能 他可能是真的是心有戚基因 因为你在甚至之前他的前任 我们知道这个 也是被美国整过 也发生军事政变 所以你就表查维之 也是碰到过这种情况 美国看不顺眼你的 这个拉丁美洲人物 他绝对把你弄掉 马杜罗已经被他们 就是指名点名很久了 但是就是推翻不了他 他大概觉得说 可能按我的手机 美国没办法掌握 有一些关系 对 所以他说他有两支 他五年前就用了 对 所以这个我觉得可能是有 但是基本上 就是我这两天参加一个研讨会 我就看到 美国是常常在他的后院也好 在其他的地方 他就是制造当地的矛盾 然后利用他国来做一些平衡 他自己最好不要介入 你看像明明华为的事情 你搞一个打手叫加拿大去做 所以我就觉得美国有时候 不太光明磊落 在这很多事情上面 我觉得我们台湾要稍微谨慎一点 不要没事当与国马杰柱 当然还这么开心 对 是不是要自己还是要有点警惕 是不是 来 对 所以你在全世界看到很多 都很奇妙 被美国制裁最厉害是金正恩 然后其次是普丁 两个被制裁最厉害的人 欢喜见面 互贞不僵 很开心 然后互相各取首席 你要蛋料我就给你 你没有粮食 你需要太空的科技我就教你 你看被抵制的人 他们这么开心 制裁的反而让他们更团结 马杜罗也是个例子 马杜罗那时候选取选赢的 美国不承认 说我们要议长来当总统 叫伊瓜多 马杜罗拒绝 然后开始抵制 你的石油大家通通不准买 美国压霸 那大家知道 当然瓜地马拉很受影响 可是他的老百姓大家撑住了 今年五月底 委内瑞拉 对 委内瑞拉的总统去巴西 为什么 蓝美洲现在都是左派在执政 左派都挺他 所以一个国家一个国家 他现在已经慢慢的解封了 他到中国大陆 他拿的这个产品叫做华为 华为同样是被美国抵制的产品 跟我马杜罗是一样的 被美国越抵制我们越强壮 他的意义就在这里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了 我们在讲这一遍 现在全世界被美国搞成 又变成恢复到冷战 好像两个极端 可是美国已经不是当年 自由民主的美国 而是一个不讲情理 而且又让土匪手段流亡手法 因为孟晚舟就是一个 很浅显的例子 人家只不够过敬你那里 你就叫加拿大把他抓起来 然后开始吸收 为什么美国这么痛恨华为 因为他要抄回苹果 因为华为不能监听 美国不能监听 华为没有在华尔街上市 美国的那些大老板 没办法去控制他的行动 没有办法去压制他 所以他就变成打压的对象 全世界有什么不讲理的国家吗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变成中国人的底气 大家都挺华为 那中国大陆有没有去抵制 iPhone呢 当然媒体大家都在写 他们正如说没有 但是我相信老百姓是有的 为什么可以让你们美国为首亦为 所以当你最后 去冲到了民族主义的时候 那很多东西就变成 不一定很理性 可是谁先没有理性 美国都是美国在干的 那你把这些东西摊开的话 对于全世界来讲 他其实什么自由主义都死亡了 世界主义也死亡 这是张中谋所讲的 其实是美国造成的 是